欢迎大家来拜访阳明山国家公园 这里住着许多动物朋友 你可能见过他们 也可能完全看不到 大家常去的阳明山晴天岗草原 日本治理时期 将晴天岗、黄嘴山、石梯岭等区域 化设为大岭牧场 最多的时候有一千多头牛在这里 过去寄养的水牛在现地自然繁衍 他们在这里住了好几世代 已经是一群无主的野化水牛 你可能没想到 这片草原是靠着牛群们认真地 一口一口吃出来的 草原才能维持样貌 所以晴天岗的牛群在 草原就会在 牛汉草原已经成为这里的符号 也是许多人的共同记忆 但现在的野化水牛防卫心强 当游客过于靠近 甚至触摸或逗弄 他们觉得安全受到威胁 或小牛可能有危险时 牛脾气就会出现 牛脾气一来 就有可能会出现攻击行为 遇到牛脂的攻击时 山躲到闭牛庄后 可以让你免于被牛攻击 在晴天岗、石梯岭及黄嘴山区域的步道及古道等 均可能遇到具危险性的野化水牛 在吴维兰的步道遇到牛脂 应保持至少20公尺 如遇到牛脂追逐 请利用碧牛庄躲避 晴天岗、杨阿牛、关心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